大家好,我是尤尤 这是三枝七星 这一枝确定已经是母的了 昨天晚上打扫鸽舍的时候看到产了一个蛋 这个蛋好像都没有那个扳鸡的蛋大 一点点大 这一枝就是最早的时候引过来的公鸽子 两羽,两羽宫鸽子中的其中一羽 这个确定已经是小母鸽了 但这一枝看上去也是小母鸽 刚好我鸽舍里面两个公 这是两个母 特别的开心 七星鸽确实是很漂亮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蛋 这个母在这个笼子里面很受欺负的 等下给它挪到另外一个笼子里面去 你看头上都打出缝罐来了 到哪都欺负它 七星鸽的胆子是特别小的 大家看一下这是七星鸽的胆 我们拿一个正常性鸽的胆给它比一下 现在我拿了一个性鸽的胆 这个大一点的是性鸽的胆 你看这个七星鸽的胆多小 一点点大 甚至都没有那个斑鳩的胆大 特别的小 这估计说也是头一窝蛋吧 特别的小 现在给它放回去 要不然这个蛋我就拿出来了 第一窝蛋一般的是很难受精 再说了这个七星鸽 现在只有五个月左右 是属于早熟的那种 让它们复几天复着完吧 就当是学经验了 现在我们把这只鸽子拿走 拿到另外一个空龙的里面 不然在这里面也会影响它们产弹的 你看这两只就打这一只 这个是公 这个是母 这个母的像公像 有点体型大 甚至给这个大小差不多 这个是公的 这个就特别小了 这个我感觉 80%以上是那个小母哥 给它放在这个空龙的里面 这个是13号龙 七丁花的家 七丁花让我发给哥友了 在这里吧 等这个七星把这幼崽喂大之后 现在这里面喂的是那个淑女的幼崽 淑女的幼崽有一只 里面还有一只信鸽的幼崽 就是那个台哥的幼崽嘛 那时候让那个台哥喂杨大哥的那个鸽子了 最后他们两个喂三只小信鸽挂掉一个 让我心里面特别的难过 感觉对不住它 到时候这个公和这上面的这个母配队 就是有两对七星哥了 也就算给我的歌势发扬光大吧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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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